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主日角 我们今天是拿出来两台车 这也是目前网友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他最近给叫师傅留言了 就是想问一下事故完缘以内 有没有一个比较适合家用的SUV 一款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款 全新荣威RX5 而另一款就是上汽大众的图观L 虽然车标被挡住了 话成坤 我也能认识他 从颜值上来看 我们来区分一下 这款车它的外观设计是非常的具有张力 而且攻击性非常的强 它的前脸是前雷克萨斯的总设计师 来到了上汽集团 为全新RX5进行打造的前脸 特别像羽毛张开的那种效果 是不是 特别运动 旁边的这一个 就是非常的大众的脸 车身侧面这款车是隐藏式的门把手 很高级 而这款就是大众非常的传统的 一个普通的门把手 车尾来看一下 它是采用了贯穿式的一个尾灯 这个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尾灯 都是隐藏式的排气 有这种镀铬进行了一个装饰 彻底上方的 荣威X5是带有运动的小尾翼 很精致很动感 图观R的尾翼就很普通了 就这个样子 心理箱空间非常的巨大 日常使用没有问题的 图观这个也是OK的 图观这一点 我个人觉得图观它的表现比较好一点的话 是它这个座椅 可以按照424的比例进行放倒 可以根据你装载的东西的不同尺寸 或者是不同大小 来自由调节它的后排座椅放倒的情况 这个比较好 而荣威X5它是四六比例的放倒 非常传统 也不是说这个缺点 就是说这个人性化的一些配置 最近有网友问脚之后 他就想买15万元以内的一款家用的SUV 他想看了是荣威的RX5 就我身后这一款 还有一款就是一些合资车 爱竞争对比 这是这位网友他想对比的车型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这款车 它是一台1.5T的放动机 大众的车机的界面基本上就这样的 比较牧手成规 没有什么亮点的东西 德国人这个车机设计的 跟中国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这个RX5的车机就不一样了 这个屏幕呢 屏幕正在移动 不要碰我 还能移到副驾驶 可以移动30厘米 滑一屏 这是它的最大的卖点 而且车机的速度也是非常的丝滑 因为它的芯片是采用了高通骁龙的815芯片 360度圈景影像也是很清楚的 自主品牌在软件方面上绝对是粘压得系车的 从外观来看的话 这个稍微的老气一点 而这个更加年轻 通过本场试驾的话 我还是主推这款车 在开起来的感觉更加的舒服 更加的居驾 而这个底盘稍微的硬了一点 两款车的提速都大插不插都差不多 就是在出段的时候都是有点那种比较绵密的感觉 冰箱的反馈也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就看你喜欢哪个样子 而且这款车对了 它的内饰呢更加的精致 而且那个27寸的华仪屏 可以左右30厘米的一个调节 所以在内饰的设计感上呢 这款车是绝对出彩的 这个呢相比来说呢 就是比较的大众比较沉稳了一点 就是那么说啊 就是我们买车的话 内饰是我们经常看的这个场景 所以哪个更舒心 你就去买哪款车 OK 那这期视频就说这么多 我是你们角色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